緬甸民主派領袖昂山素姬繼續他17日訪美行程 星期五將在紐約會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昂山素姬40年前曾在聯合國總部工作 這次重返紐約是他自從2010年結束縣禁以來 首次訪美行程的其中一部分 67歲的諾貝爾長得主昂山素姬訪美行程緊密 他已經會見了美國總統奧巴馬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並在美國國會接受了金質獎章 昂山素姬又發表演講 呼籲在美國的緬甸人社群支持緬甸民主運動 緬甸總統吳登成下星期將會在聯合國發表演說 自從去年以來緬甸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經濟和政治改革